Hello,大家好,我是子慕 接下来我们来讲产品的Dial阶段上线中 产品上线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一下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竞品分析 这里的竞品分析简单的可以从产品功能和产品推广这两个维度来进行 下载体验更多友商产品的功能 产品层面这有助于产品的优化迭代 例如ROS9系统对WiFi联网的群线新增了 在系统WiFi列表标识可以用于一键联网的功能 而在早期这一功能的发现便来自于对友商星版本产品的使用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图片 图片里面第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早期的时候WiFi外面钥匙 它有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使用的网络 它会坐在那个手机无线网络里面的列表 有一个标识 那么当我在体验友商的产品的时候 看到这个功能 那么后续我们将以每件苹果申请了这个功能 然后加入到自己的产品当中 第二点是对竞品的推广方式的策略进行调研 分析他们的产品则采取的推广测试 推广的策略 以及在每个流量渠道的一些部署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后期做推广时 推广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经验 比如说查看有商在市场的宣传文案和素材 学习他们对核心功能的包装 包装宣传有助于我们对自家产品宣传文案 及素材设计时候的一些难捻 第二点提到合作的扩展 由于国内市场有没有混杂 然后渠道的质量更是层次不齐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QQ群 或者互联网交流平台做一些事情 要尽可能多的去接触和了解第三方渠道 为接下来做付费推广的时候做一些准备 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前面认识了更多靠谱的人 那么后面你手做的是很多事情 会变得更加的靠谱 推广预算就是基于对渠道 也就是说是硬商店以及合作方的一些了解 而做出来的一些计划 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 那么在前期这个时候就要多花一些心思和时间 第三点数据买点 记录 数据买点通常在指的是在APP内 针对母艺功能买入代码 方便后期进行相关的数据统计 那应用商店除了日常的下载 几乎注册之外 还需要针对性的做哪些数据统计呢 这里针对后期进行优化分析 还需要做的重点数据统计 就有商店的分类排名 然后核心关键次排名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两项的数据统计 后面会讲到 推广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上线后 上线后这个时候产品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下载量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市场的真实反应 参考第二个阶段所做的一些数据记录 现在就可以开手着手准备优化排名和制定 先进的推保目标 提高下载量 这个时候选择从哪一个市场开始 一方面是看你在第二阶段所做的数据记录 好包括排名和以及分类 另一方面要看第二阶段你所做的 进品分析以及对渠道的一些了解 优化素材 素材的好坏决定了用户到达展示位之后 产品下载的转化率 在制作素材这个环节 除了要做足够的前期调研 也要预留给设计同事一定的时间和表达清楚你的要求 百度手机驻手 基于素材的重要性就应用秀这样的活动 在这个颜值的时代 然后如何设计出给力的产品宣传图 我的建议是在设计从上面直观的体现出产品满足或者解决了用户的哪些痛点 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 那么百度应用秀这个活动呢 它也是现在是免费开放的 让大家可以去申请 然后能让自己家的宣传产品宣传变得更加的炫酷 然后以此可以得到更多的下载 第二点数据分析和单点突破 前期的数据监测 然后可以对数据突破 做出一些相应的解释 然后还不仅还可以验证我们之前的一些假设 前面我有讲到应用商店排名和关键词排名要进行一些数据记录 那么记录这些数据的价值就在于当数据突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来验证所做的优化是否有效 比如说WiFi密探在小米一商店100本发布之后 再没有做任何付费推广 仅通过重新设计了产品的宣传图 重点突出了WiFi密码获取功能之后 下载量凶速提升500加 因为商店它的算法排名之外 然后能够提高用户下载量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展示位 最前面有提到 那么提高展示位的话 就要通过关键词以及一些风类排名 提高更多的曝光 那么曝光越高 曝光越高的时候 那下载量就会越高 下载量越高 那么它也会影响整个产品的一些排名 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这是刚才讲到那个案例 小米一商店排名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小米一商店的关键词排名 基本都在稳定在前十 那么它的风类排名在6月27号这一天 突然间提升至73名 然后后面基本稳定在30到40之间 那么这一变化就主要是来源于旁边 然后新版新版的产品宣传图的改变 最后一点讲一下常见的一些操作形式 前面前面还有一点就是 当你发现某一个市场的带量能力 会受到某一个因素影响时 这个时候就要死磕各个方面的优化操作 比如说增加相应的好评 然后修改相应的描述文案 并且通过一些灰色操作来提高市场的展示量 刷榜和刷量都是行业里面的一些潜规则 各路渠道也有各自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分享几种常见的操作方式 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分辨一下 随优随列第一种是一杆子流 这一类指的是在做完第一波推广之后 就简单的得出来 这样的推广效果是没有的 便停下来后续的一些操作 我觉得就是一口想吃一个胖子 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 第二是爆发流 就大家往往会听到 哎这样做的效果会很好呢 马上能够来带来一些下载量 然后就立马安排了一波量 那么在数据体现上就会展现出来 就是平日里面就有几百下载 突然那么几天是上万 然后又掉了下来 为什么会和一杆子流一样 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就掉下来 我觉得这样不仅会使得整个数据后台的曲线变得很难解释 而且这样的操作也会找不到任何的规律 第三种新版流 比如说在新版上线之后 然后大家都会想着赶快来推一步 结合重要的时间和重要的事件 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你不能每次就只能等着新版发布来做这件事情 第四种是稳定流 就是综合竞品 产品 市场等各方面的分析 分渠道来做一些长期的定量分析 观察不同的量级 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市场的变化 记录相应的数据 寻找相应的规则 算是一种我比较推荐的形式 最后一种无脑流 就这种操作一般都是不做一个长远的考虑 都是第一种第二种 还有第三种一种综合体 以上就是整个在应用商店做推广的整体流程 然后向着总结一下 推广初期在应用商店需要做一些充分的基础搭计 然后呢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预估市场的带来的能力 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数据突变的时候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今天的作业便是 试者将应用商店相关的资料 进行一下整理归类 也许你前行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现在可以着手开始做 第二就是使用AV测试和数据分析的方法 来应换自家产品的素材 查看一些数据变化 然后最后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课